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疗人员悉心诊治 仍留下了右侧肢体瘫痪 无法自主活动 这两年黄妈妈接受医院安排的复健治疗 复健过程中充满了挫折 在家人与医疗团队的鼓励下 努力配合治疗与复健计划 现在右手右脚虽然不如过去灵活有力 需要使用拐杖 但除了洗澡之外 一般日常生活还可以自理 黄妈妈懊恼地说如果早一点去医院 我应该还是活跳跳的 10月29日是世界中风组织 The World Stroke Organization 所订定世界中风日 World Stroke Day 2016 今年主题是中风是可治疗的 Stroke is Treatable 强调辨识中风初期的重药症状 把握黄金时间就医及时治疗与积极复健 中风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与失能的主要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人口有30%约1750万人死于心脏血管疾病 其中有670万人死于中风 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国人时大死因统计显示 脑血管疾病为国人时大死因的第三位 共夺走医医169条宝贵的性命 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脑中风 统计结果也显示 自67、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层40.7、48.5每10万人 中风经常造成失能的后遗症 是我国成人残障的主因之一 后续频繁的就医也造成照顾者及家庭经济审重的负担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身体器官的衰退 不良习惯的形成 以及抵抗力的下降 致使脑部血管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和小毛病 中风虽可怕 但却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人过五时 不想中风 尽量远离三物 贴气四席 长寿也会跟定你 远离三物一 高盐食物 盐是饮食中的调味料 也是用的最多的调料 但研究显示高达九百分之五的心脑血管代谢致命 女炎摄入过多相关 同时吃盐太多 还与10.4的关心病致命 21.4的高血压性心脏病致命 10%的促重致命密切相关 高盐食物会导致体内血压升高 所以预防脑梗 一定要远离高盐食物 每日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 还要控制像鸡精、胃精、酱油、辣酱等隐形盐的摄入 2.高脂食物 如红肉、油炸食物等同样会增加脑中风的发作风险 研究人员发现与低脂肪饮食者相比 食用高脂饮食的绝经后妇女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高出百分之四十 食物在经过油炸之后 包裹了大量的油脂 里面饱和脂肪酸过多 吃进体内 过多的油脂就会积存在血管内 导致肝油三值升高 继而产生动脉周样硬化 加重脑血管堵塞 3.动物内脏 生活中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吃动物心、肝、肚、肠等内脏 因为这类食物口感丰富 其实偶尔吃一次还可以 常吃却会增加高血脂 脑血栓的发生几率 由于动物内脏属于高脂肪 高胆固醇食物 胆固醇含量是瘦肉的三四倍 一旦摄入过多 就会导致血胆固醇含量骤增 血液粘稠度升高 造成新脑血管供血不足 因此脑血管不好的人 平时一定要煞碰 血液率 贴气四喜 一 酒不离手 生活中 很多人都酒不离手 认为其能活血化欲 殊不知 酒是导致脑出血的 头号杀手 酒精可使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指升高 从而导致冠状动脉硬化 并且血液中的多余之质会沉积在血管壁上 使血管相变小引起高血压 血压升高就会加速脑出血的危险 2. 起身过快 临床上相当多的中风患者是晨起的时候发生的 大多都因为起身过快所致 晨起是血压高峰 人体经过一晚上的睡眠缺少水分 血粘稠度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旦起身剧烈 就会加速血管收缩 引起脑血管破裂 造成脑出血 三 容易激动 不良情绪 也是导致脑中风的一大诱因 暴怒 忧虑或者抑郁等 会使血管神经的调节功能 变得不正常 易引发脑梗 所以 在生活中 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大喜大悲 过于激动 平和的情绪 有益于身体健康 四 平凡熬夜 人在晚上休息的时间 同时也是大脑修复的时间 但长期熬夜 却会让大脑的不到充分休息 亦使人处于应激状态 这时 身体就会不断 分闭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 造成血管异常收缩 亦导致血压升高 对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更会加速血栓形成 导致急性心梗和脑梗 因此平时一定减少熬夜 每晚保持7小时以上的睡眠即可 教你10秒钟 致别中风FAST 关键时刻能保命 在FAS三项中 如果发现任何一项不正常 且第一次发作 那么中风有72的可能性 如果三项全部出现 患者发生中风的可能性 就大于85% 必须立即拨打E20 送网就进医院 因为中风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 因此平时一定要积极改掉不良的习惯 学会自养与预防 一、补充亚麻酸 防中风食物来源 深海鱼、酥子油、有机亚麻子油等 亚麻酸属于多不饱和脂肪酸 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 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的营养物质 它在体内参与脂肪代谢、糖代谢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 经常使用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 增强血管弹性能预防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 平时增加摄入亚麻酸的食物如深海鱼、酥子油等 可以显著地改变血脂状态减少血液垃圾在血液及血管壁上的残留 起到平衡脂肪酸摄入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 补充方法 平时可以选择酥子油等植物油来作为补充途径 酥子油亚麻酸含量在66.7%以上 被誉为陆地深海鱼油将其拌入20ml4至油烙乳中或者淋汤即可 2. 常饮二水稀释血液一温开水 注意在早起后喝一杯200ml的温开水不仅可依补充体液还可以稀释血液 预防血液粘稠减低血栓的形成 2. 绿茶水 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儿茶素不仅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能力 还可以帮助机体清除自由基起到一定的保护血管防衰老的作用 3. 控制高压减少刺激 3. 绿茶水 3. 绿茶水 高血压也一样也是脑中风产生的原因 资料显示高血压患者得脑中风的机会为正常人的24倍 所以高血压者在平时应尽量减少生气 喝酒抽烟等会加压的行为努力保持规律的生活 记得按时服药按时检测血压 50岁以上的人血压值控制在8013时即可 4. 一组动作疏通血管一 按摩颈部 5. 一组动作疏通 5. 顿位 5. 顿位 6. 分项和顷位 6. 顿位 7. 顿位 6. 顿位 8. 顿位 6. 顿位 7. 顿位 6. 顿位 3. 顿位 8. 颿位 8. 顿位 左右两侧,速度稍快,以皮肤发热发红为宜。 功效,可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食,减少胆固醇沉积,促使以硬化的颈部血管恢复弹性,并改善大脑供血,预防中风。 2. 空抓手 做法,早、中、晚各做三次空抓手,每次各做200次左右。 功效 研究发现,缺少锻炼的右脑血管壁异常脆弱,亦发生破裂,因此患者应多活动左手。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祝大家一天平安,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